做画家 他说你做画家怎么跑到里班来了 我说这也不是我生气里 这是学要编的嘛 他说那你这样 你高三就不要读了 因为高三读的课 你遗嘱根本不考 他说你浪费时间 他说你现在就用通等学历去考 是吧 结果我就用通等学历 一考就考取了 太厉害了 就是说从此以后 就走上画家的道路 了解 不过真的是很特别 就是说在十几岁的阶段 就是说大家都在画一些有的没的 但是老师那么年轻就在画水墨 也就奠定了您要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刻 对 太感动了 但是其实老师刚刚一直提到 就是说您有一些理念 包括您也写论述 也写评论 您想要改革 所以老师您的主要改革的中英思想是什么 您到底是想要改革一些 把水墨改革到什么状态 才是您的一个计划跟梦想 是 你像我进师大的时候就是靠我的国画革进去 你知道吧 素描我根本不会画 所以说这个在一年级的时候 我另外一个恩师就是于君子先生 他在教我们艺术导论 他在艺术导论里面讲了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 他说一切的艺术来自于生活 结果那我就回反省我以前画的那些国画 大家赞美不得了 我自己很得意 后来一想那些画都不是来自于我的生活 都是零古画 都零古人 是吧 那些都是古人的 不是我的 结果到了二年级之后 结果画西画 西画水产画就是写生 对 镜物写生 这个人物写生 风景写生 我发现西画才是真正来自于生活 对 您看到什么画什么 对对对 你看到才画 没看到不画 结果后来我就想到中国画简直没有西画 结果我就全盘西画去了 是 结果全盘西画从印象派 跟着西方这些大实的脚步 一直追到抽象表现派 是 结果后来抽象表现派追过了 之后怎么办呢 一号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我就考虑 那是不是还要等到西方又有新的画牌出现的时候 我再去跟着去模仿新的画牌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走全盘西画是不对的 对 这条路行不通 行不通的 对 所以我就在五月画会里面我就提出走中西河壁 中西河壁 对 还是保留水墨 就是要用中国的传统跟西方的现代结合 然后来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走水墨这个路 有人用油画走中西河壁 对 有人用这个板画走中西河壁 像杨阴峰就用这个雕刻做中西河壁 所以五月画会在这个台湾的美术史上能够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就是因为走中西河壁就是因为走中西河壁 而且不但是领先西方的 而且领先西方打700年之久 这么久 对 因为我讲没用啊 要有证据啊 对啊 当然 就是我们故宫博物院的这个梁凯丽破墨仙人 OK 梁凯丽破墨仙人是画在13世纪初 而且呢西方的13世纪初 是 练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还没开始 是 那你看中国已经有那种半抽象的人物画 是 那个西方还在写诗不得了 对 所以说他们一直到了20世纪德国的表现派出现的时候 是 他们在绘画思想上绘画继续法上 绘画的形式上 对 才能跟梁凯相提评论 所以说你看 中国有这么伟大的这个美术传统 对 那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上市了很可惜 为什么现在我们做年轻的画家 一窝蜂去学西画 一窝蜂的跟着西画跑呢 对 我就提出了 我说第一个 我提出中国画的现代化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画也现代化 是 而且还提出了模仿新的 不能代替模仿旧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全盘西画的时候 我以为我是在创新的 我就骂那个传统的国画家 是不知创造为何物 对吧 结果以为自己是在创造 其实自己也在模仿 不过是模仿 模仿新的 不是模仿旧的 我说抄袭西洋的 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 我们那个时候一直说的 这个国画家都在抄袭古人 其实我们都在抄袭西洋 对 是不是 所以这结果本来呢 那个时候我提倡现代化的时候 西化的人都很支持我 你知道吗 我骂国画家不知会画 但是我结果一提出这个口号来 不得了 两面就加工 不忠不息了 不忠不息了 糟了你 两面都得罪了 就是把两面都得罪了 是是是 所以那个时候就简直 辛苦了 但是现在的老师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成功 从我们过去看看老师的作品 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题材 像比如说紫叶的太阳 或是月始 日月宁都画了 可是他真的很像西化 就是他不太像国画 对 这都是老师革命的 这些中西合璧的成果 中西合璧的成果 对 真的是中西合璧 甚至还发明了刘国松纸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 同时老师最近有个展览 您可以去眼见为凭 革命复兴刘国松大师的展览 在国立历史博物馆 到11月底 老师要不要为我们 介绍一下这个展览 听说它也是一个巡展 对不对 对 这个历史博物馆这个展览 是第一站 第二站就是新加坡 现在没出关 太棒了 第三站是印度尼西亚的 国家博物 印度 太酷了 老师 印度尼西亚 太棒了 第四站就是马来西亚的 国家美术馆 是 是 是 那不起了 台湾之光 华人艺术之光 这个展有多少作品 有没有什么派别 或者说是系列在里面 还是说是您的一个回顾展 这个 因为过去都是回顾展 是 这一次的展览 可以说是新作展 哦 太好了 对对对 是 所以说是这个因为在200以后啊 我就有三个不同的风格 一个呢就是西藏这个族曲 因为我到过朱姆拉玛峰去看了那个朱姆拉玛峰的那个美的不得了 大自然 大自然 最美了 你知道我去的时候他们叫我说你在上面 如果说是这个阴天看不到你就赶快下来 如果下雨的话就更不要 更不要看不到了 他说你要是如果看到了 千万也不要高兴千万不要跳 他说你就静静坐那看 那他最多半个小时 那你就得下来 是 结果呀 我到那一看了 不得了 那个那个朱姆拉玛峰啊 一会儿出来了 一会儿进去了 一会儿太阳照了好亮 是 一会儿云彩盖到很黑 是 哎呀我坐那个地方看了 我什么叫做忘我的境界 我才那一次才真正的体会到 是 坐那看了出神了 结果那个云彩一直在动一直在变化 所以还不知不觉坐了两个多小时 真的 结果结果后来还是司机这个催我 该走了 该走了 不要再留灵忘返了 对了 结果后来是 从这个朱姆拉玛峰然后到这个拉萨 然后从拉萨坐飞机一到成都 左边耳朵听不见了 结果直到现在为止也听不见 我曾经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来治这个耳朵 结果一直治不好 后来我忽然间 这个明白了 我说上昌对我不错啊 还给我留了一个耳朵 能有一个耳朵听了就行了 是不是 这个说这以后就很好嘛 这个凡是骂我的人我都用左耳去听嘛 太好了太好了 这以后才是想开一点了 对对对对对 老师您太大气了 不过这些新的作品也就一次呈现在历史博物馆了 对对对对 有很多新的灵感就从这来了 对对对 我是一直有一个观念 我是认为这个世界的文明史是两类人创造出来的 科学就是这个物质文明是科学家 精神文明就是艺术家 所以这两种人 都是创造了文化史的 你知道吧 所以我因此 我老早就觉得 你不是刚刚还提我 发明了刘国松史吗 对 您的刘国松史 因为我一直觉得 这个画史是一个实验室 是跟科学家一样的 是个实验室 有意思 所以说不是一个制造绘画的工厂 是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说 这个一个画的风格 是跟它的技法 是一体的两面 是 所以有了新的技法 才有新的风格 对 所以说过去都是用传统的技法 所以出来的话都是传统的 对 所以说我就在实验新的技法的时候 我就是想到 中国画只有黑线没有白线 只有黑点没有白点 那我说能不能把中国画里面加上白点 是 所以因此我就发明了 那个刘国松史 就是在那个纸上做了很多纸巾 然后画了之后 然后把那个纸巾一撕再画 会有白点 都白线 把白线跟黑线 同时在画面呈现之后 结果反而表现出这个 老庄内 这些阴阳二面的 哎呀 这不得了 所以这个韭菜沟呢 我也是啊 结果后来我表现不出来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 因为我当年在台湾 所有美术系不敢请我 结果我被挤到建筑系去教书 所以我带建筑系教书 对我还真是有很大的帮助 是 因为我当年我看他们的学生啊 画那个建筑图的那个纸啊 哎 我说拿那个纸来 我试试看 结果居然叫我 实验成功了 所以说现在那个韭菜沟的这些画 都是用的 建筑纸 建筑系 用画那个建筑图的纸 是是是 所以我要不讲 谁也看 看不出来 对 但是这个画出来那些 那些技法 那是别的 任何纸张画不出来 对 他们怎么模 模拟都模不出来的 就是 模都模拟 因为真的纸不一样 那个晕开就是不一样 它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效果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看看 刘老师真的是一直在革命 是 你也革材质的命 对 对不对 就是我们同样画水墨 为什么一定要画在那种纸呢 为什么不能用建筑的纸呢 对对 为什么不能有白点呢 对对 为什么一定要非要用 宣纸呢 对啊 您的革命真的隔了很大了 把这事情搞很大 所以在这个绘画大展里面 会有很多新的系列的作品 对不对 希望各位观众也是 今天您在这里看到的 只是当中老师大师的一部分 希望大家自己走一趟 到历史博物馆 眼见为凭 看看我们当代水墨大师 甚至说可以是个发明家 革命家 刘老师的作品 谢谢刘老师 谢谢 谢谢